好的主播在小巷子内 外送员骑车准备送餐店 这时左侧突然来了辆乡行车 外送员按了声喇叭提醒 但没想到一路到下一个路口 却上演了火爆场面 本来你们唱这个很厚 说我刮时间 不是每个人都开那么快 你不要每个人穿你这样 我没有听 没有每一个人都开那么快好不好 你几大碗你吃得很久 我没有听到什么东西 好像叭叭叭 我没有看到前面嘛 那这边也就是谁 小型车驾驶下车痛骂 语气中对外送员有歧视的口吻 让这名外送员相当委屈 当下他强调并非刻意按喇叭 只是因为看不清楚前方状况 不知道有另一辆货车挡住 来听听他的访问 因为我是停了大概快十秒 所以我才按了一声喇叭 就是看是有什么情形 然后按了之后他就炸掉了 他们或许会有刻板印象 只是我会觉得说 有又彼此行业不同 那不用说到看不起 外送员柯先生说 当前骑车送餐点 距离客人的位置一定相当接近 由于乡行车挡在前面 他等了大约十秒才按喇叭 并非刻意挑衅 只希望大家能互相尊重 不要对外送员的工作 带有歧视意味 将镜头交牌给棚内 怕得出国电动又 十二月十二起 跟着中天走 拍了五二台 立刻订阅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弯转 弯极 同步下载中天快点TVAPP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 订阅中天守护台湾 刷一排加一